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卷连理智多少的第八集Zip Screen Part 2 其实呢,这一集将会是在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 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系列,大家敬请期待 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接下去介绍我们的Zip Screen 请问Zip Screen还有什么特点? Zip Screen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Reducer 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两个黑色的这个东西 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Reducer 因为有了它之后啊,你就不需要担心你的布 在卷上去的时候会overlap,然后会有卡着的情况 因为一旦你的布卡着的时候,你的整部Blinds显得非常的皱 小米相信大家也不想要拥有这么皱的Blinds 然后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布是slot进去这个Mototube的 我们不是用粘子把它们join在一起 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比较牢固,而且更耐用 如果你是用粘子把它们join在一起的话啦 煮了过后日下雨淋啊,那个贴纸的那个粘胶会融化 然后你的整部Blinds啊,是会越用越粘的 如果是5米可以做衣服吗? Zip Screen的maximum width呢,是3.5米到4米,但是也是要看side啦 如果你是住在高楼的话,其实不管我们是通过楼梯啊,还是电梯啊 基本上4米我们都是搬不上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呢,都是需要分成两幅 我们也是不大建议做太大幅,因为如果你做太大幅的话 通常会有那种smiley face的现象,这样子也是会破坏它的美观 装了Zip Screen就有privacy吗? Zip Screen其实它跟outdoor blind的concept是有点类似的 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啊,外面看不进来 每个阳台都适合装Zip Screen吗? 其实大多数的Balcony啊,都是可以安装Zip Screen的 除了弧形阳台,也就是我们讲的curve balcony 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先让我们的产品顾问过去现场先查看 同时它也是可以给你们一些建议咯 除了quando的Balcony,如果你住在HDP啊 你有service yard,或者是lander,你也想要安装Zip Screen 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小妹呢,还是建议大家 最好是先让产品顾问过去查看会比较好 Zip Screen有几年warranty 除了fabric,Moto还有整个Zip Screen的系统呢 我们都是会提供5年的warranty 如果是人类破坏那个fabric的话 我们是不会提供任何的保修 除非在我们安装之前呢 我们发现到那个布本身已经有问题了 这下你们就不用担心 我们这些都是underwarranty的 Moto的话,如果你选择DuyaMoto 我们会有one to one exchange的 就是说在这5年里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都是会一对一换一个新的gaming 但是如果你选择SophieMoto的话 我们就没有提供one to one exchange了 我们需要安排人下去你的家 把那个Moto拆下来送去维修 维修时间呢,是大概2-3个星期 在这里小妹也要向大家提一点 就是如果你的Moto有什么问题的话 千万不可以强制性的去manual的操控它 我们非常要等到专业人士过来检查问题 并且维修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是想要来到我们的showroom 看一下那个真实的产品啊 我们都是非常的欢迎 我们下一个系列见 拜拜